吉隆坡速毒组成员根据宪报 两天前上门包抄交赖一个公寓单位 在住家和汽车后乡 发现市值超过200万令吉的各类毒品 并且将一对涉嫌藏毒和贩毒的离婚夫妇逮捕归案 吉隆坡总警长拿督塞夫阿兹利 在记者会上汇报 66岁的男嫌犯在公寓停车场被逮捕时 身上藏有克他命 而45岁女嫌犯疑似吸毒 也有犯罪前科 调查发现两名嫌犯的活跃地带集中在首都地区 警方目前援引1952年危险毒品法令第39支B条文展开深入调查 同时申请延扣两人到下个星期一 另外警方也提醒业主不要因小失大出租酒店套房或公寓单位 举办毒品派对 根据法例 为例者将面对最高1万令吉罚款及5年监禁 警方统计显示 12月短短半个月里就逮捕了67人 其中65人尿检队毒品呈阳性反应 帅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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